慢点啊 银子 辛苦了啊 没事了 没事 我走了 这谁来了 你是谁啊 谁啊 阿姨 我没找错 是你啊 那个 阿莲姑娘 对对对 是我 我没找错 这位就是袁叔叔吧 这 这姑娘是谁啊 这位就是 给艾军写剧本的姑娘 叫阿莲 是个诗人 是艾军的朋友啊 快来来来 姑娘快来 来来来 快坐 叔叔阿姨好 正像阿姨介绍的那样 我是个诗人 是缘分让我来的 今天我来呢 主要是想跟您二老 正式见一下 见个面 什么意思啊 缘分没跟你们说吗 没有啊 我和缘分呢 就要结婚了 结婚了 你结婚 没听缘分说呀 老缘 那两天艾军来的时候 跟你说了吗 没有啊 是啊 可能那个缘分还没来得及 跟你们说 不过他让我来见你们是确有其事的 你们千万别怪他 他不说是因为 他老觉得他找我是高攀了 所以呢 就一直没有勇气去面对这段姻缘 他就连想跟我谈恋爱结婚 都不好意思直接跟我说的 其实呢 我虽然境界比普通人高一点 但是我不世俗的 我不在乎那些门第观念 我愿意下嫁 所以您二老千万别有什么心理负担 下嫁 这位姑娘 请问你是哪家的千金呢 我的身价呢 并不是靠着父母的名望 和家里的金钱 我是个诗人 姑娘啊 既然你的身价这么高 那你怎么会看上我们家艾军的呀 因为我不是个世俗之人呀 所以呢 跟常人的眼光不一样 我们家艾军可是个常人是吧 是啊 没关系的阿姨 她平常一点没关系 我对她也没有太高的要求 我所期盼的幸福婚姻呢 就是 要不这样吧 前两天我创作了一首诗 正好呢可以表达我对我和缘分 婚后生活的期盼 你们想听一听吗 我们的婚姻 不是建立在出身的高贵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婚姻 只属于我们自己 没有门第的观念 亲爱的 我无数次在梦里 梦到我们的幸福 我渴望我们会有爱情的结晶 而我亦不会因为婚姻 放弃我的追求 我渴望在阳光明媚的午后 阳光洒落了床头 我睁开沉睡的双眼 坐在窗下进行创作 而你带着我们的孩子 在院中心系 当厨房挑来饭菜的香气时 老公 是你温柔地喊我共进午餐 你照顾生活的一切起居 而我将我的事业进行到底 姑娘 停一停 停一停啊 我 我有点头晕了 哎呦喂 走 等会儿等会儿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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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们 这就一路上啊 你们把我给说糊涂了 你说这阿联和艾军又不是对象 那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这阿联跟我说话那感觉 和艾军不是一般的 阿联就是艾军请来的编剧 谁知道这编着编着 阿联就认为艾军喜欢她 非她不娶 还非以为艾军让她来见我爸我妈 还有这种事 又是现在这姑娘够开放的啊 这俩人关系还没确定 又主动上门来见公婆了这是 不是 爸 我 我觉得这孩子可能理解力有问题 所以我就怕他万一说漏了什么 这 再刺激着我老丈人 这我就要说你们两个了 既然知道他来给我打个电话 我要早知道了 我能让他到这儿来吗 我告诉你我三言两语就能给他支走 说不准啊还能点醒他的 他就不至于缠着咱们家艾军了吗 这是一天天的真是的 行了 走吧 别问我关车门 是 姑娘 你刚才念的那首诗啊 我算听明白了 将来你和缘分成为夫妻 洗衣做饭带孩子的事 都是我们家艾军干 你只管写诗对吗 对啊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超然的人嘛 像家务之类的粗活 我干不了 也不屑于干 这个缘分他是知道的 他既然都已经向我表白了 就一定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他不会让我受委屈大 姑娘啊 既然这样 我觉得啊 我们家艾军呢 真是配不上你 叔叔您别这么说呀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呀 你是怕他做不到吗 其实这个你大可不必担心 缘分他很爱我的 我知道他会为了让我高兴 而努力改变自己的 也会为了配得上我 而努力的 我 我觉得 还是别让艾军瞎忙活废事了 我们家艾军啊 真是跟你不合适 你请回吧 好吧 阿联啊 我也觉得您得找一个 和你们当户对的人家 我们家艾军啊 不太适合你 你就别再为难艾军了 你们不能这么说呀 叔叔阿姨 我们家艾军配不上你 请 喂 姐 又怎么来啊 袁艾军你赶紧来医院 现在马上 爸不是明天手术吗 我明天你早过去 你赶紧过来把你那大失任女朋友拿走 阿莲 她要干吗呀 干吗 她要见未来的公婆干吗 这个疯女人 她怎么这样 行了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 你赶紧马上过来 老爸明天就要手术了 他哪受了这刺激啊 行行行 我去就来 那个这位姑娘 艾军她爸明天就要做手术了 你呢也说得差不多了 说多了老人听着累 休息不好 赶紧走吧 那我再说最后一句行吗 你们觉得我跟缘分不合适 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都没嫌弃缘分 你们干吗自亲自荐呀 你们应该鼓励缘分 爱情不是儿戏呀 你张口闭口说 我们高攀 我们高攀 我们不高攀行吗 我们配不上你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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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陈舅的观念真是害人呀 我大姑子当初不就是听了你们吗 和一个没感情的人结婚了 结果怎么样啊 我那一点都不幸福 最终还会是离了 你大姑子 你大姑子谁呀 就是你闺女袁盛南呀 你不是 你闭嘴 所以说呀 盛南她离婚了 没有 没有 那是先当老人的 这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 也太封建了 我觉得她们离的是对的 你们应该为她们勇于寻找新生活 而高兴呢 你放屁 走走走走 这谁和谁离了这事 我说李中原和袁盛南离婚呀 闭嘴 你说什么了 你说疯了你 一会儿又不是丢人的事 别别别别别 我们来拽他 陆元 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怎么回事啊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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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正好咱俩一块进去 盛南她爸住哪个病房啊 她爸那几杯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咱先去住院部 好 来 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该说的我都说了 闭嘴 鼓军 周原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如实交代 否则我要你的命你信吗 爸 您别激动我 去不管周原的事 不干他的事呢 就干你的事啊 你们两个跟我说清楚 到底离没离 你说呀 你们要急死我 美 美 美 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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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听他们瞎说 没有的事 两个孩子好好的 钟园啊 你是好孩子 我听你的 你告诉我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爸 没理你 您别听他们胡说 我跟盛楠一直就好着呢 对 你看 他们俩好着呢 那个 别听别人瞎说 咱得相信自个儿的孩子 那我们来了之后 他俩不还 还过了那个 结婚纪念日呢吗 是啊 那爸爸还以为你们 你们怎么都不面对现实呢 你又来干什么 就是这样 喂 喂 喂 他们在哪儿呢 他们在这 怎么回事 推推干吗 李医生 你这样我问怎么办 我问谁啊 是我好姐妹 李医生离婚以后 就跟我姐妹好了 完了 完了 这事真理了 李中言 李中言 你个混小子 你毁了我们兄弟俩 当初的誓约 你知道吗 我一枪毙了你 你是吧 你干吗 还要老李 你都推就这么多年了 你哪来的枪 别让你去 不是 我打过你 你不陪我 你坏是我 听出来的 不干正缘的事 你要哪打我 你 你 你就算舍得儿子 你也要考虑老爷的身体呀 你展开你 妈 别让我开你 你不敢从厕所出来 从厕所给我出来 妈 别让你走 妈 妈 我就都快要开 你放个枪 不是 爸 爸 你相信我 爸 离婚真的是我递出来的 你要打就打我吧 真的是我对不起你们 袁胜蓝啊 你到底还是不是 我原谋过的 女儿 爸 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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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叫他来 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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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这要赌到什么时候 现在是高峰期 这可不好说 师傅 给你钱 我下车跑过去 路还远着呢 没事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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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袁 周主任 老袁可就拜托你了 你放心吧 我会尽力的 谢谢你 周主任 谢谢 咱不能进去是吧 是 老袁啊 老袁 你一定要挺住啊 我们都在外面等着你呢 多怪我不好 李仲元 今天你岳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非得帮你了你不可 爸 您放心 今天有什么善事 责任我全担 我爸太爷们儿了 我家生他也不容易 没事我就先走了 你走 现在是什么怎么能走呢 这 这种生老病死的事 多俗啊 我可受不了为这事哭天磨泪的 我就不惨 别胡说八道的 你还站着这儿干吗 你给我滚 我不想再见到你 赶紧走吧 刚才叫你走 非赖着不走 在这儿爱你 这是什么人情事故都不懂 妈 妈 走 走 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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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别生气 现在让她走了 快点 赶紧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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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做人家儿媳妇真的不容易啊 你少说 第一次上门就惹婆婆不高兴了 你少说点 我婆婆又是不高兴了 我还真就不能走了呢 走 我不走 你这姐们怎么回事 简直是个奇葩 快带她走 你们赶紧走 你们要不走 我就崩了你们 这一天天的 真是 我刚才出来了 好像出来了 周周人 周周人怎么样 周周人 怎么样 抢救过来了 家属都在吗 对对对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 我得交代一下 人是抢救过来了 但要马上手术 原定明天的手术要提前了 即便明天按部就班地做手术 也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你们家属啊 要有心理准备啊 我去准备手术了 谢谢周周人啊 谢谢 费心了 你手有卫性了 我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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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叔叔 你别难过了 叔叔一定会没事的 不 不 你算是哪路子角色 原本 让他走人 轰走 轰走 这个文文姑娘 你还是走吧 你还走吧 这个时候大家伙心情都不好 你就别在这添乱了 乖 带着朋友给你 咱们给你 周元 周元我想陪你 文文姑娘 你 你别难过 周元和他爸现在都心急火燎了 都很难过 说了不中听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你还是走吧 王子姐 你也走吧 这时候在这儿不太合适 阿姨 我这不是也陪着盛楠呢 盛楠不用你陪 我赶紧走 好 我走我走阿姨 没事 我陪着您 不用你陪吗 你给我滚 阿姨 您就算是我未来婆婆 您也不能随便骂人呀 你给我滚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闻闻闻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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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一天天哪这是